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9月5日 又是美好的一天 这是林小河谈投资理财的第336集 现在是上午10点50分 来看一下国际股市行情 目前台股小跌 每股起子没什么变动 特别来看一下台币对美元的汇率 又扁了 来到30.698 台币又创波段的新低 现在是一个很麻烦的时代 物价一直涨 汇率一直扁 投资很难赚到钱 存钱不容易 工作又非常辛苦 当作业的 很怕工作随时被电脑取代 做业务的 每天面对数字的压力 大家压力都很大 本来好好的一个人 在家里面 你可能是一个好爸爸 好妈妈的形象 一到公司上班 面对压力 你可能就情绪失控了 没办法 大家都要数字 没数字就活不下去 从上面一层一层压下来 最辛苦的就是第一线的业务人员 被逼着面对每一个走进来的客户 都一定要想办法 从他身上做到业务 这是银行现在的情况 在这个阶段 我觉得台币周扁已经回不去了 如果你什么都不敢做 钱只敢放在定存里面 那你的资产价值就会慢慢缩水 这已经是必然的趋势了 大家要想办法去因应 不要让自己的辛苦钱 就这样蒸发掉 这一集就谈到这里 下集再见 这一集就会继续的 在帽子里面 日子吧 那个 因素的